馬律師在請教 那老公死了 這個媳婦需要再孝順婆婆嗎 當然不用 因為他是姻親關係 大聲一點 大家聽不到 婆婆是姻親關係 當你的配偶死掉的時候 你的姻親關係就不見了 他跟你是沒有血緣的 是沒有血緣的 孫子呢 孫子 沒有 就是自己的孩子 孫子是有血緣 是他直系 是太太是旁系 是姻親的關係才會連接到那個 如果你的配偶死掉以後 他跟你婚姻關係就結束了 那你唯一的 你沒有上面了 你只有下面跟你的小孩而已 那所以阿公阿嬤 如果這小孩是大的 他可以去告說孫子棄養他嗎 沒有 法定繼承就是沒有孫子 只有子女而已 可是我有遇過有一種狀況 就是雖然那個另一半過世了 婚姻關係沒有了 可是好像在那個 還是有姻親的關係 還是要扶養他 不用扶養 但是就是姻親關係還是在 沒有 姻親關係 當你所謂姻就是婚姻的關係 才叫姻親 你死亡跟離婚都是一樣 婚姻關係宗旨 死亡就是婚姻關係宗旨 只是一個道德 對 只是道德上面 因為我們講離婚 我講離婚你就聽得到 我離婚了幹嘛 孝順我的婆婆 但是我老公死了我要孝順 你會覺得怪怪的 不對不對 兩個都是一樣 婚姻的結束有兩種 一個是離婚 一個是死亡 都一樣 只是我們感覺道德上不對 我這個是不是 不是我所願的 所以我可能基於道德 我要繼續孝順我的公公跟婆婆 但是法律上面 是婚姻已經消失了 我們臺灣有一種觀念 就是說那媳婦 如果說紅蝦兒 還在幽好 大家看 難得 真的很難得 後來就變成傳下去加坦 加坦加坦 對 媳婦這麼幽好 對不對 你們就要像這樣 那如果沒辦法 對 更厲害 癥結牌法 那黃醫師的爸爸 我記得你幾歲的時候 他就過世 十歲的時候 他就過世 十歲喔 對 十歲 我們家小學三四年幾年 對 那這個親戚 有來要求媽媽什麼事嗎 對 因為親戚也有分很多種 有一種是無災情 有一種是無災情 無災情的親戚通常化會很多 所以一定都遇得到 那我們那個時候就是說 也是 就是說像這個case 就是因為他有很好的觀念 因為現在的人很容易 就是癌症或者是意外死亡 所以既然生了小孩 這個是夫妻非常棒 他們就去買了那個保險 然後就是有生物的理賠 那我們那個時候也是 真的是索性是 我們也有買一個保險 然後保險的話 因為就是說意外死亡 真的就是會有一筆理賠的金額 其實不多啦 那不多的話 真的就是會有那種親戚 就是以那種就是說 來跟我媽媽講說 你這個就是我爸爸 這才死 就是沒有優险到 我這個阿嬤的意思 那就是他都沒有 他太早死了 那我爸爸三十八歲就死了 所以他根本沒有好好的奉養他的媽媽 因此你雖然有這筆這個保險的理賠金 你應該就是要要盡量的節省 然後把這個錢拿來奉養給這個 他的媽媽才對 然後我媽一聽就是說 那他又不是笨蛋 意思是什麼 我媽媽就會反問說 那現在是其他 因為我阿嬤有其他的小孩 其他的小孩是不知情緒 所以第一個會拋出這樣的問題 那這樣就很明確啊 因為像我們回到是這個案例也是一樣 為什麼 我插個話 一個寡母要養兩個小孩 都不講這個 對不對 所以我就說 其實有災情的人絕對不會這樣想 後來跟你講這種都是眉心肝的 我們為什麼要被眉心肝的人操縱呢 因為我們就舉那個 例如說的人坐 很少 但是你就會遇到 那如果你是一個很容易被綁架的人 你也許就在那邊舉起不定 對 因為像這個網友不就是舉起不定 所以才去發問嗎 那你看他現在是幾年代的人 我們那個年代是什麼年代 那他這個為什麼會舉起不定 你只要想反問一個問題 這個婆婆你好像以為說 她來說要分這個八百萬的一半 好像有一點道理的時候 你就要反問 如果今天沒有這個八百萬 這個婆婆會把她自己的財產 拿出一半來養孫子嗎 其實並不會嘛 那這樣就很明確 如果說我們在評估一個寡母帶小孩 你會說他不需要 其實會來跟我們講這種話 意思是說我們不值得那樣子的理培金 來過我們想要過的生活或者是教育 那我們就要反問說 那你為什麼不能只有吃空心菜跟豆腐就好 還要來跟我們分呢 我也會這樣問 那當時那個理培金多少錢 其實沒有很多就一百萬 一百萬 當時是大的 不是 一個寡母要養兩個小孩 沒有工作 一百萬應該給你媽媽養小孩才對 所以也許是當時候覺得旁邊的人 覺得這筆錢是大的 然後所以才會說想要來分 但是事實上如果以今天來想的話 其實也沒有很多 因為還會有通膨的問題 是 是 那爸爸三十八歲 是走了 是生病的 沒有他是意外 就交通意外 對 辛苦 媽媽是做什麼工作 我媽媽在郵局上班 那還沒辦法定位 所以我媽媽就是說 因為郵局有時候會賣一些保險 給他那個 就是你來這個 我媽媽就說 他就是因為自己自身的例子 然後所以他就會去看說 如果來的人是家裡有錢跟沒有錢 要保的東西就不一樣 像他說如果家裡真的很沒有錢 那時候就是會有那種一個月 你只要繳四五百塊錢 然後你死了 我就可以拿到兩百萬的理賠 那如果有這樣子的保險 你看就可以生活過的比較有一個保障 你不會再突然遭遇這個 很大的巨變的時候 你不要說傷障費 你連小孩子都養不下去 人就覺得很難過 馬律師 我如果是媳婦 我兒子僑去了 我帶一個小孩 但是我有繼續奉養公婆 後面公婆的財產我可以搬嗎 沒有辦法 因為你不是他的直系 除非他直系 旁系也不是 通通不是 你只是一個媳婦而已 媳婦是沒有計程學 只有配偶有 不能夠優惠 但我也分不到 完全分不到 除非他感念你在遺囑寫說 這個媳婦對我很好 我想分一點錢給他 在遺囑裡面有寫才有可能 對 人的感念是很難依情的 他的感念還要通過 對 有時候會被綁架 公公婆婆的感念 還要通過他的兄弟 他好幾個小孩子好不好 這個槍林彈雨之下 才能夠分到他的媳婦身上 對 那廖老師 你現在已經做 大家了 對 有人說 媳婦把媳婦當作是自己的女兒 這事情你有做到嗎 我覺得我的心情上是做到的 就是 心情上 譬如說我該愛護他的都愛護 但是他又 什麼事 我絕對不會去插嘴說 你這樣做 這樣做 我有意見什麼東西 我只是有時候會提醒他 那個妹妹就是 我的孫女兒 穿這樣會不會太多 還是太少 只是會講這樣子 我說我只是建議 你是媽媽 你自己決定 我是提醒他說 你注意這一點 你有感覺 你也有女兒嘛 有女兒跟媳婦 女兒會跟你頂嘴 媳婦會有時候講話會很直 但是你不會去媽 你也不會說 他也不會跟你吵架 他只是覺得說 我應該坦白跟你說 這樣 對 但女兒跟我講的時候 有時候我就會翻臉 媳婦講我 我沒有翻臉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你不是把他當作女兒子嗎 我愛他的時候是 一樣是愛的 一樣照顧的 譬如說我給這個 就一定給那個怎樣 就是孫女 兩個都孫女嘛 一個大一個小一點嘛 對 所以我覺得說 我能夠給的東西 我一定公平 你們要我 有時候禮拜六 兩個有時候都會叫 那就輪流嘛 那誰比較重要 譬如說今天是誰生日 就是那個比較重要 我就會跟另外一個人說 那我們改下個禮拜這樣子 然後禮都送一樣的 對 我是說 為什麼媳婦你就不敢吐 那個女兒你就敢吐 因為 你又說你跟媳婦當作女兒 我跟你講 我愛他們 愛護他們是一樣的 但是 媳婦呢 如果你說了 他會去跟兒子吵架 我認為 我被我婆婆唸了 是不是怎樣 怎樣怎樣 那你 你弄的還是你兒子 你何必讓他們兩個在那邊 他們有他們的 婚姻的那個 相處的方式 你會吐 你女兒子 你女兒子會給他吐嗎 對喔 那也不會吐 你啊 你啊就是這樣 你都對媽媽不耐忽 對 媽媽不耐忽 媽你不要老是講這個 我已經聽了好幾遍了 對 那媳婦敢這樣說嗎 我很少跟他講兩遍以上話 這樣叫做一樣嗎 他是說心態上啦 心態上啦 但是你照顧上是完全一樣的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 發文 發文 劉子 發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